我想太多了 彭先生你说你想太多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都想些什么 是哪些想法让你痛苦 我对不起我父母 我对不起孩子 我也辜负了他 你知道这样的行为 是会伤害到他们对吗 对 我也会影响到女儿 也会影响到家里人 但是我这是一种无奈 彭先生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对家人 已经造成了伤害 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为什么他一直在说 家人不理解自己 而他所说的无奈之举 指的又是什么呢 他怪异行为的背后 究竟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妻子说大概从九年前开始 你才这样 你之前二十多年的生活 不是这样的 对 之前很开心 发生了什么突然 让你才有这样的状况 直到那年2004年吧 我爷爷去世了 我才觉得 我对人生有另外一种状况 我要珍惜家里人 但是刚才你妻子跟我们说 你除了这方面 你还有洗电脑 洗钱 洗手机 洗银行卡 对 是这样 这些都是你自己私人的东西 你也怕别人会 这要说来话很长 因为我做生意的时候 我会接触一些化学物品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 就那样了 然后有朋友拿我这个 拿我这个清洗的 来给我开玩笑 我跟他说 那朋友也是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 他反而就骂我 骂我是在帮那个朋友 怎么是开玩笑 那不是开玩笑 20多年的朋友 他老是拿我这恐惧的东西来吓唬我 洪先生你刚才说 你的朋友是因为 在拿你非常恐惧的东西来 当做一种玩笑 让你内心很接受不了 我告诉他 我求他了 我跟他说 你不要再吓我 你内心恐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恐惧的东西 是什么 有那个硫酸还有那个烧剪 两种 你害怕那些 我害怕那东西 但是他 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说 我给你的钱里面有一些 所以我就 那个时候我就把钱给洗了 你自己想过没有 把这些行为有过归纳吗 你觉得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这样很不正常 我自己知道 但是这是一种无奈 我自己不干的话 我会很难受 我希望我妻子能够 站在我这边想一想 一个人有能力洗了这么多年 他最痛苦的是谁 然后他还抛弃了我 我哪时候抛弃你 上床的时候吧 就这么说 你就把背靠着我 靠了几年 那种距离感是好几万光年 都没那么远 那是你的想法 不是我的想法 那我想问问看 你有没有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有 他说是强迫症 你自己认同吗 我认同 我只要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个东西不会间接伤害到我女儿 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强迫的时候 医生没有这样支持我 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其实也就是说 你在看医生之前 你心里是渴望医生能够给你一个答案 对 我也想 很想恢复正常的生活 给我女儿正常的生活 给我老婆正常的生活 给我家里人 减轻负担 你现在还爱你的家 我爱她 我很渴望 跟平常人一样 手牵着手 在街上走 就这样 对不起她 那你既然觉得对不起她 为什么现在还要离她更远 还要租房得住 这是一种无奈 我想我也设身处地的 我老婆 她也是一种无奈 那你有平常怎么 还是用那种态度对我呢 那是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她跟我说 她有强迫症 我说 那根本就不是一种强迫症 是一种女异症坏习惯 好 如果就算她就是一种坏习惯 你有想过 怎么帮她一起改正过来 她就是 我问多了 她就会发脾气 又不跟我说出什么原因 说了也白说 你不是说 不知道吗 不理解吗